澳洲最南端塔斯马尼亚海域 过去50年来大片海藻林消失 现在只剩下不到5%还留存下来 连带生态系统也受到威胁 破坏珊瑚礁和海藻的共生环境 最大元凶就是暖化 科学家现在决定从存活的海藻中 寻找出它们的抗热体质 重新富裕嘴上说来简单 但海底实在面积太大 宛如海底捞针 现在多亏Google AI新技术 可以帮助富裕 透过Google团队制作地图加快制图速度 以及确认所有海藻状态的过程 另外还能迅速分析抗热基因 尤其当地是不少特有种的棋地 专家不乐见多样化生态告终 这回借由科技力求环境永续 不让绝美的海底景色消失殆尽 TVBS新闻做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